不過首先,順便先講一下 將來你可以在這邊先插入按鈕 因為我剛剛要執行那個久準發表 跟那個清除其實 還蠻麻煩的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有SUB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叫久準發表,一個叫清除 那這一行先拿掉 這一行先前面加一個註解 註解的話是單引號 單引號的話就是先不執行 這個先加單引號 加了單引號,那底下後面這一行就不會被執行到 OK 那我們如果說要插入一個按鈕的話 那你可以 第一個先寫SUB 第二個的話呢 在開發人員 VisioBase 它的右邊這邊中間有個插入 插入有個叫做按鈕的東西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可以像小畫家一樣 按住不要放 往它的右下角拖拉放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問你說 當你按下這個按鈕 之後呢 那要幫你執行哪一個SUB 他會跳出兩個,因為我們寫兩個嘛 一個九九折法表,一個是清除 那你可以選九九折法表 然後呢把九折法表這幾個字複製起來 按確定 為什麼要複製呢 實際上就是 把複製 的那幾個字貼到按鈕5的位置 這樣子他就會 多一個按鈕出來了 有沒有,九折法表 那清除怎麼做呢 清除也一樣 再插入一個 不過我比較建議 因為如果你在按一個 他拖拉出來的大小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跟上面一模一樣大 有時候可能還是差一點點 要不就大一點點 要不就小一點點 所以 如果你要剛剛好一模一樣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像下面這個按鈕 我會拿上面這個 按右鍵 負制 負制完之後再貼到底下 然後把它移到這個下方 那你想說兩個一樣嘛 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修改 下面這個按右鍵 它會出現呢 重新指定聚集 我就指到清除 然後呢把名稱也 改成叫清除 OK,這個地方的話可以把它改清除 好,這樣子就OK了 所以 今天的練習的話 基本上就是清除 然後接著電話錶 這樣就蠻方便的 所以你工作上如果 很多事情都做好了 你就是每天按按鈕就好了 比如說老闆要什麼 按個按鈕就可以給他了 老闆你要什麼 接著電話錶 按一下 接著電話錶就OK 就出來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要再多一個按鈕 叫做 填滿橙色 OK,然後呢 那就是在把填滿清除 所以剛剛那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如果你需要一個 按鈕 就需要一個SUB 那那個SUB的話要填滿橙色 或者橙色 看一下我雲端上寫的 其實這邊就有了 就是橙色填滿 那所以呢我如果今天需要一個橙色填滿的話 那寫的方法就是 一樣在底下打個SUB 然後名稱給他 叫橙色填滿 Enter 好 2的話呢把程式一樣寫在這個中間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是 輸出99%的法表之後 如果要 知道說 他要能夠填滿顏色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拿剛剛這個99%的程式來改就可以了 一樣的範圍 就是 I跟J都一樣 所以我把這一段 從99%的法表的SUB跟EndSUB中間這一邊 把它貼上 然後 把中間這個 這一行拿掉吧 這個輸出這個不要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主要是要填滿顏色 所以主要是下面這一行 好 一樣的範圍 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個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全部顏色都 都加上去了 另外再加一個什麼 另外再增加一個 一支程式就是 叫做清除填滿 這邊底下 清除的話實際上 就是 一樣的方式 Sub,Enter一下 清除的部分 其實也就是清除 這一段 差別只是說 上面這個清除 是清除資料 那下面這個清除 你就清除那個 填滿的格式 所以上面這個清除資料把它拿掉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格式又清掉了 可是呢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對角線的話 不是全部喔 這個寫法是全部 那如果說呢 我是當什麼情形發生 什麼情形呢 就是 乘數 跟 被乘數 相等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需要有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的部分的話 就是 需要在那個回圈下面這邊 再按一個Enter Fortrate的下方 然後習慣按一個Tab 下一切 做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有點像是一個條件喔 什麼條件 如果 什麼條件呢 當 陳述 跟被陳述 相等的情況下發生的話 才去做後面的事情 所以呢 if後面就是那個 那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當I 應該是什麼 前面是被陳述是什麼 追 可是追的話在這裡應該 減掉多少 應該他原來是2 剩一減掉1之後 那有沒有等於什麼呢 這個後面這個數字應該是I I減掉多少 他也是要1啦 所以減掉多少 減掉3 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數字 跟這個數字呢 如果他是相等的情況下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可以空一格 然後 這樣有點像個閘門 你如果有 有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什麼條件 就是陳述跟被陳述相等的情況下 才去做填滿的動作喔 然後記得有if的話習慣 會把下面這一行按Tab鍵 換到下一階 並且在這個if 的最下面加上一個結束if 叫endif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填滿程式就寫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 必須要這個 跟這個相等 他 才會填滿顏色 那什麼時候會是 這個兩個相等 當然就是什麼 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邊 這些都是會填滿 所以把程式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這個 對角線 被陳述跟陳述相等的情況下 那他就會幫我填顏色 其他會不會填 其他不會 因為呢 如果他的這個條件不為True的時候 為False的時候 那就會跳過去 這一行就不發生了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在 寫那個程式的時候主要就是說 可以過濾掉一些條件 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不要做 這樣其實他方便很多啦 OK 那他相對速度也快 如果清除的話 怎麼清除 就是 丟給他Excel Now 執行 OK就沒有了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說假設 我希望改一下 怎麼改 我希望 把這邊是左上到右下 我希望呢 右上到左下 也填滿顏色 那填的顏色 如果想要改成黃色的話 那應該 如何做 陳詞的修改 各位可以試試看 應該什麼 這個9 這個1 加起來多少 10 這個8 這個2 加起來也是10 所以 如果被陳述加上陳述 如果等於10 這個條件為初 幫我改成黃色 那黃色是 怎麼知道黃色的RGB值 很簡單嘛 你就找 黃色 其他是 黃色 再按制定 就是紅配綠 有沒有 255 250 那不就可以 所以同樣的方法 你們試試看 如果你要再改一個 這個橙色填滿的話 那這部分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這個地方只是說在那個 回圈裡面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條件就是當 這個被陳述 等於陳述的情況下 才去做填滿色彩的動作 試試看 的情況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